大家好,又來到RELAXED FRIDAY 繼續在我Queenie教大家一些簡單的伸展動作 讓你們回去好好練習一下 希望你們練習完之後會讓身體更加舒服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針對盆骨的動作 如果你有左骨神經痛或者下腰痛的問題 是特別適合你練習的 我們首先把人坐下 坐下之後,讓人在中間 慢慢讓人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兩隻腳一直曲起 兩隻腳都需要做 我們現在先把右腳慢慢拿起 放在你左邊大腿的上面 這個位置大概是膝蓋對落少許就可以了 不要摺到這麼近,高一點點 然後呢,如果你本身已經感覺到 大腿和盆骨的位置拉著的話 可以先在這裡停留一會兒 慢慢讓你覺得一隻腳可以的話 慢慢把你的左腳移後 慢慢拿起去 拿起的時候,可能盆骨比較緊的同學 膝蓋就會開始放在自己身體上 如果他不斷壓下來自己的身體上 可能你的手要用少許力推回膝蓋在外 然後呢,左腳再慢慢靠近你的身體 盡量讓你右邊,即是你做伸展的腳的小腿 和你的身體是成水平的 慢慢拉起來 你兩隻手只抓住左腳 即是說你的右手是穿過兩個大腿的中間 穿出去,抓住你的左大腿 有些同學可以捉到小腿的話 可以捉到左邊的小腿 慢慢吸氣 呼氣的時候,兩隻手給一點力 一直把你的腳拉近自己的身體 小腿盡量靠近你的胸口 大概可以在這裡停留十個呼吸 慢慢吸氣 每一次你呼氣的時候 可以用多一點力 把腳拉近自己 吸氣的時候輕微地放鬆 再呼氣,用少許力拉近自己 這個時候就會感覺到 右邊的胸部 大腿外側的位置都有拉住的 這個就是有機會 我們左股神經痛的位置 當你完成這個動作的時候 慢慢鬆開手 讓腳踩到地上 兩隻腳都踩穩的時候 然後我們先做一點舒緩 兩隻腳左右都移動一下 鬆一鬆 這個動作自然就可以了 舒服就可以了 做完之後 你可以慢慢去到另一邊 同樣都是這樣做的 完成之後記得 都要左右移動一下 給下腰和盤骨兩側 一個小小的舒緩 今天這個介紹來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會享受這個色紙 OK啦? OK啦 Oh,Thank You Namaste